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淮宇财经新闻 我是林荣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头条消息 台北国际电脑展热闹进行 红极宣布携手联发科 抢供云端和物联网商机 另外远从BM 是把火烧到桃园航空城 立委携手团体要求暂停审议 召开供听会 再来看到继中华电信和远传之后 台湾大哥大也宣布4G开台 不过哪家的费率比较划算呢 稍后都会有详细内容 首先来看到台北国际电脑展 高峰论坛在4号登场 产业重量级大咖一起讨论 现在最夯的云端和物联网商机 那其中宏基董事长施正荣宣布 将携手联发科发展自建云 累计合作伙伴增加到19个 至于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说 联发科绝对是产业 具有市占优势的领导厂商 对手机发展有信心 好之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摩才说呢 物联网将是最赚钱的产业 但什么是物联网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各种感测器 接收资讯 在把资讯标准化后 把所有的东西做互联的状态 因此未来不只能应用在健康照护 制造生产 还可以应用在家用电器 甚至呢现在车子也能透过车联网的概念 来做操控 我们接着来关心焦点话题 元凶集团董事长赵腾雄被收押 觐见 4号一早他的涨气一样是来办理祭物 帮赵腾雄带换洗衣物 书及水果 那由于赵腾雄3号透过了律师周灿雄 发表的声明 被廉政署痛批是隔空串政 那因此我们看到 元凶集团态度斩出低调 而周灿雄也主动递状解除委任 另外来关心桃源县前副县长 叶士文涉嫌贪毒弊案 虽然已经遭到了解职和收押 但是外界也很关注他曾经手过的案子 是否也涉及到官商勾结 因此立委携手航空陈返迁联盟等团体 4号举行记者会 指出叶士文在担任营建署署长时 身兼航空陈专案召集人 白手套菜人会 则是担任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委员 因此要求政府必须先暂停审议 召开公丁会 先厘清所有问题 另外外传 检方正在极力策动 将赵腾雄转为污点证人 一旦成功 以远雄在台中伊北各县市 疑似都曾接受政府标案 来一名新首长恐怕中枪 将遭到严重冲击 在台中市远中大量的投资建案 引发外界联想 胡志强表示 绝对没有财团挂钩不法情势 他相信执政团队很清廉 继中华电信和远传后 台湾大哥大4号也宣布4G开台 初期开台来看 台湾大哥大跟远传 取得的都是较冷门的频段 因此iPhone 5S等热门手机 是不支援的 预计年底热门 1800MHz频段才会开放商转 而以公布的费率来看 最低资费以远传最便宜 台湾大哥大最贵 但是上网量也最多 如果是高资费 电信三雄都大约在2600元上下 上网量也相差不大 电信三雄都提前开台了 不过这一步 可让很多的手机商措手不及 因为上门的客人 现在几乎都想要买 能够支援4G的手机 然后还有库存的3G机种 是面临轻藏压力 像是Note 2最高降到2000元 索尼和宏达电的机种 也大约降500元以上 另外来关心 现在房价越来越高了 也带动高租金的现象 因此5坪以内的 奈米店面正夯 像是新门丁不到1坪的店面 金陵土地卖超过54万 而士林夜市的4坪店面 卖出总价超过2000万 换算下来 每坪450万元 相当惊人 现在黄金店面 租金不便宜 却有连锁服装店 以房租一折的金额 用员工当人头 和房东签订假契约逃漏税 黄报租金大约3万块 那实际上是大约30万 长年累积下来 估计逃漏税800万元 服装店已经补缴 还要被罚一倍以下的罚款 服装店的其他税 还有房东的所得税 还要追查有漏报 再来看到景气回春了吗 劳动部3号公布第三季的人力需求 总计企业将释出59,483个职缺 这是继2012年以来的新高 其中住宿、餐饮批发和制造业需求量最多 但专家分析这些职缺薪水普遍低 所以人力需求旺盛 不见得代表景气回温 职缺回温 那接下来薪水到底有没有机会摆脱22k呢 天下杂志创办人高细军三号批评 台湾是全世界对政府要求最多 却是最不愿奉献的国家 而年轻人心里只想靠政府 却又严厉的批评政府 每天抱怨大学毕业只领22k 怎么不怪自己不努力 此番言论一出立刻在网路上被网友围剿 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展了 那往年电脑展示商品都以PC为主 今年将技术向外扩散 主打智慧生活科技 像是智慧节能屋 还有整合衣物 电子通讯 云端智慧等物联网的穿戴装置 而台大电董事长海英俊也亲自上阵 介绍自家产品 插话天后弯弯却爆出了婚外情 他在上个月中才开心嫁给了 爱情长跑十年的老公 没想到现在竟然被拍到 和同样是插话出名的部落客黄大爷 九庭约会见面三天 两人在公园亲吻 互动相当的亲密 还躲在车上40分钟相当暧昧 因此4号中午弯弯 在出版社社长的陪同下 由社长对媒体念出了声明稿 公开举功道歉 下来新闻带您看到 有公务人员欠税不还 榜首是中部的一名园警 欠税高达4600万元 追得回来吗 另外持续关心台北电脑展 公研院也推出了智慧眼镜 MIT不输给五个眼镜 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一起来看看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元雄弊案越滚越大 让国民党开始担心 年底九合一损情 尤其元雄存报的案子 大部分都在北部 包括了新竹后火车站都更案 苗栗元雄医疗园区 以及桃园的合宜宅 这些地方都是蓝营在年底选举 绝对不想失去的地方 因此新北市长朱立伦 在被巡时就急着与远雄撇清关系 五月报税季结束了 清明党立委持续紧咬 公务人员欠税不还 4号公布了前10名公务员的欠税金额 其中榜首是中部的一名远景欠税 4600万元金额之大 让陈一杰讽刺莫非雷落探长藏在中部 但国税局追税却只能每个月 从他的薪水扣23000元 等于是要167年才追的回来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吗 全世界游艇只有10%都出自台湾 不少的国际迷人很喜欢买台湾打造的游艇 那原来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内装客制化的能力强 能够完全的依照客户需求打造游艇 装潢宛如海上皇宫 而且只有游艇龙头意大利的一半价格 让世界各地都来台湾下单 一年曾创下台币90亿元的商机 也有了游艇王国名 夏天还没到 炎热的天气倒是先报到了 许多人喜爱的日式抹茶也成为了冰品星宠 不过单吃抹茶双麒麟难免有些单调 最新的吃法就是搭配欧式甜点 日式跟欧式的结合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一起来看看 台北国际电脑展不断有新品亮相 那这次台湾的公研院也推出了智慧眼镜 利用远距离挥手就能够操控动作 比声控的谷歌眼镜是多了更多隐私 而且系统辨识度更高 一起来看看 国际电脑展不止新品亮相 每一摊也几乎少不了秀膜的身影 为了要帮厂商吸引国际买家多看一眼 每一位秀膜任务大不同 像是发传单的一天就有三到五千元 会说英文还能加薪 那其中负责新产品走秀的最高贵了 秀膜一天薪水至少万元起跳 娱乐小小来看到大陆女星范冰冰 成功打进好莱坞演出电影X战警 虽然戏份不多但是造型抢眼 不过大陆观众似乎很不买账 有人看完连范冰冰何时出现都不知道 不过对于酸言酸语范冰冰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还透露已经和电影公司签约 会继续接拍好莱坞电影 道光八年在宜兰撞围有一群村童在海边游玩 见到了一尊金光闪闪的女娃娘娘神像 村民泽泽称奇也开始供奉这尊神像 那接下来发生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 是女娃娘娘在显神威吗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专题故事 广告回来带您关心美国发生一起谋杀案 两名12岁女同名姓神秘人都市传说 狠刺朋友持久刀 另外市售金油没有明确规范 现在政府寄出法条 未来天然金油再存也不能标榜百分百 先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还记得今年1月在高雄发生的乐器行老板命案 原本以为嫌犯只有死者妻子的外遇对象 但前景发现被害者的体内 是有强力的安眠要反应 再加上从女方电脑里发现 在案发之前曾经多次的搜寻溺水 还有死亡证明等等的关键字 所以后来检方认为 根本就是死者的妻子和小王共谋犯案 台北国际电脑展高峰论坛在4号登场 产业重量级大咖一起讨论 现在最夯的云端和物联网商机 那其中宏基董事长施政荣宣布 将携手联发科发展自建云 累计合作伙伴增加到19个 至于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说 联发科绝对是产业具有市占优势的领导厂商 对手机发展有信心 好之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摩才说 物联网将是最赚钱的产业 但什么是物联网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各种感测器接收资讯 在把资讯标准化后 把所有的东西做互联的状态 因此未来不只能应用在健康照护 制造生产还可以应用在家用电器 甚至现在车子也能透过车联网的概念来做操控 地方消息来关心嘉义市区 3号大雨简直像是用稻的 到处都是淹水灾情严重 4号一早水虽然退了 但还是震雨不断 无论是民宅还是店家 一早就开始的清扫家园 把家具统统垫高 气象局预测封面将会一路影响到下周二 整个礼拜都会下雨 好 台湾这几天天气非常不稳定 雨有可能会一直下下到下个礼拜二 那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防好雨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大陆西南和华南地区 也是暴雨存灾 那其中贵州省是最惨重的 平坝县变成了一片蜂羊 而在四川和湖南等地 也都传出洪水灾情 好 继续来关心这起弊案 桃源县前副县长叶士文 涉嫌收受远雄集团收贿 遭到收押禁件 那其实连政署和检方监控 他已经长达三年的时间了 但是一直苦无证据 直到今年初双方在台北市 林一街的一间高档中式海鲜餐厅的一场 存款就暴增359万 他一个月的薪水是16万5千块 四个月是如何可以存到这么多呢 检调下一步要调查 这些存款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谓风波如滚雪球越滚越大 现在传出不止现金 甚至远雄旗下的饭店住宿券 也被拿来当作贿赂筹码 桃源县政府的专员 去年6月就发现桌上多了一包远雄住宿券 通报阵风处 发现不少官员也都拿了免费的住宿券 官越大 拿越多 我们继续把镜头转向国际 美国车市强劲回春 各大车厂似乎也恢复憧憬 无语的表现十分亮眼 销售超乎预期 那其中通用于克莱斯勒的销售成绩 也都创下7年来新高 但部分车厂大量照秀的动作 却也仍是一大隐忧 好 另外来关系 美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谋杀案 这是威斯康星周游 两名才12岁的女生 竟然刺杀她们的一名朋友 同样是12岁的女生 而被害的这名女生真的是命大 她被刺了19刀 竟然还保住性命 现在美国检警对这两名12岁的女嫌犯 以谋杀罪起诉 而两名少女的犯动机 很可能是因为迷信所谓神秘人的都市传说 而北捷之前也发生杀人事件引起各界哗然 而北捷的紧急应变机制 也被质疑是否有瑕疵 4日有议员就赴南港机场会刊 了解监视器影像和对讲机紧急通报的过程 但是也发现若司机要通报行控中心 列车的监视器设备 并无法传送给行控中心 等仰赖司机的口头回报 不少人疲劳第一时间 可能就想擦个精油来舒缓身心 不过市面上精油百百款 有些标榜百分百天然 但是要如何分辨真假纯度呢 现在政府寄出法条 未来即使是完全的 从植物提取的精油 成品上面也只能标示纯字 不能标榜百分之百 以免误导消费者 传统庙会一般人只想到镇头八家像 不过现在出现了妖娇商机 由12位平均24岁的辣妹组成舞团 堪称南台湾庙会女子天团 成绩短短三年 每年狂结三百场活动 更让团员们各个年薪上看百万 她们有什么独特呢 来看我们的直景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的怀语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